接下來是第十六組 那第十六組他們的團名叫做南區光劍聯盟 那如果您聽到了幾個關鍵詞 您應該會馬上聯想到的是1977年 由喬治盧帕斯導演所指導的一系列的科幻電影 Star Wars 星際大戰 這部電影至今已經以電影來說本身就有九部正傳跟兩部的外傳電影 更不用說還有Hitoraku的動畫、遊戲、漫畫、小說 它可以說是在整個美國以及世界對於科幻作品的一個代表氣候 它當然不是最早 可是它絕對是最具有娛樂性 然後引起了大家對於科幻追求的一個重要作品 在星際大戰的故事當中 有一個很有魅力的一個 它不算職業 它應該正確來說它算是一個身份 這個身份就叫做Jedi 絕底武士 他們是一群擁有著高尚的人格 使用能夠使用這個Force 也就是 這個 我那時候突然忘了原力 我突然忘了我的Force 我每時候記得Force 能使用原力 維持著宇宙的秩序和平的一群人 那 絕地武士們 其實跟大家分享一個很有趣很有趣的冷知識 讓大家知道 Jedi這個字是從什麼地方發源過來變成Jedi的嗎 有人要猜猜看嗎 有人要猜猜來自於哪個國家 文化輸出國 很厲害的文化輸出國 日本 有一種很傳統的電影形式 叫時代劇 時代劇 Jedi 真的 這是Jedi的起源 受到日本傳統武士道的影響 也影響了喬治·劉卡斯 創作星際大戰當中 絕地武士的一個形象 以及他們所使用的光劍的一個劍技 而跟絕地武士做對抗 在整個星際大戰的世界裡面 比較偏向於反派黑暗面的 就是西斯 西斯武士 那絕地跟西斯的對決 也就是接下來 第16組南軍光劍聯盟 是要帶給大家一個表演 現場的朋友 讓你熱情的掌聲 歡迎他們 自66祕密以來 銀河系裡的絕地武士 幾乎燒滅殘盡 然而在遙遠的地球上 還有一名絕地武士 過著記載警備的生活 就在他難得出門的這一天 卻晃傷了 口齊而過千 而且滿滿二次元的西斯武士 不該相遇的兩人就這樣相遇了 嗨 大家好 我是一名絕地武士 對 對 沒錯 就是守南軍劍那一位 我現在呢 正準備要出門大捷運 去參加一場比 比 欸 嗯 欸 我的一卡通呢 上面還有我自己做的四三卡貼啊 應該不可能把它忘在去年的夏天啊 欸 你在找最後一個嗎 欸 欸對對對 該想到穿越來的藍溪 居然會遇見絕地武士 唉 我看他非常好眼熟啊 這不是車 噓 對對對 還謝謝你還謝謝你 我找了好久 你整個絕地武士怎麼那麼巧啊 裡面只有五十四塊錢 孟山跟錫子和兩位還不夠咧 照成你來講 不是要留剩下一千九百七十七塊錢嗎 總之謝謝你撿到我的倉景 咳咳 好 現在請你還給我謝謝 蛤 五十四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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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惡 撿到別人的東西還不還就算 連我爸都還沒打過我咧 哈哈哈哈 今天跟我合同以來 決定跟七十四分兩利 而且看到你爸沒有教練就算 全叫用其關閃閃閃閃閃的時候常用的 哼 要拿回靠 大家用實力來拿吧 使用上課槍 反擊 使用挑藥閃 黃綠 等等等等 卡卡卡 卡卡卡卡 這麼廣長的過場 根本就是拖滑戰鬥的節奏啊 脾氣 一來一往的戰鬥 是RPG給一彎 那什麼不要彎 欸 既然要決鬥 那應該是MTG類型才對啊 我就讓你看看 什麼是BGR的重要性 火力露塔 算上下下 左右左右 便 START 我用來一招式 噢 噢 救命 救命 噢 哇 嘿嘿 并不通过时啦 今天煞驾人的 再也摆自是你的女神啦 女神用了好回馑 总有一天祝福她 更要替祂开心 啊哈哈哈 你让你的女神从脸KOOK 박中滑络 PAK的游牌 しかし一歩 有 духов身的容量而已 出口!我可是可以一餐吃死亡泡麵男人 再回家來擺乾脆掉 快剩下屁事啦 在前年傳承的一絲一独自七絲面前 一直不過是來著日光燈的擺飾而已 別做無謂偵殺啦 哼 女生的笑容 由我來守護 背後中間 一劍是個死肉 換個女生的愛 超過死亡泡麵 還有兩百顆鬼腳啊 還給你 不管剝傷的泡麵 剝傷的水甲 看來你對女生的愛 是真誠的人 好 東西直接回來就好了 還那麼多廢話 請記得如果在現場撿到的不是屬於你的東西 而那個人又在現場的話 請你記得交換給他 如果說你找不到記得交給服務他 喔還有 檢疫上禁止 吸煙引詞 喬明朗 更重要的是 要拿最好到六次去吧 掌聲咕咕咕咕咕 一直看到這麼不一樣的 絕地跟稀稀的對決 來來來來來 兩位我們往前面站一步 跟大家來打個招呼吧 哈囉各位好 我們是南區光劍聯盟 那麼團隊的人請舉手 啊這麼少 好 你們有些團友非常多喜歡光劍的朋友 能不能跟我們介紹一下 你們是南區光劍聯盟吧對不對 你們這個聯盟是什麼樣的聯盟 你能跟大家講 就是星際大戰和 大劍本的愛鳳姐 然後組成的產品 OK 所以你們是喜歡星際大戰 然後 還有光劍 對還有光劍 還有一起熱愛表演的朋友 熱愛表演 所以才附成 所以你們平常聚會的時候在幹嘛 來往前站一點 然後後面要Static 你們平常聚在一起的時候 是都在做些什麼事情 就是 融融光劍 然後聊天 玩玩光劍 可是我記得沒有錯的話 在星際大戰裡面 大家可能不知道 星際大戰裡面的設定 其實 絕地也好 西斯也好 他們所謂的 招式流派 是不一樣的對不對 這方面他比較清楚 真的嗎 那請您來 所以我的理解沒有錯對不對 對對對 那 舉個例子來說 像您今天是絕地的代表嗎 你本身有在專研絕地武士 各種流派的 這個 起見式架式嗎 有多挑有興趣的 所以您最有興趣的是 第二行 第二行 第二行是什麼樣的感覺 他比較像夕陽劍 您可以擺幾個pose 或舞幾條讓我知道一下 第二行是什麼感覺嗎 就是 絕地武士 第二行的 pose 所以 他比較像夕陽 極限式 單手的 單手 然後可以做前後的一個回選 還有其他的嗎 您所知 您會的 嗯 像 我們都知道 尤雷達大師 他使用的就是 第四行 那第四行呢 他就是 比較屬於 以原為主 所以 所以 尤雷達大師他 個子小 身體靈活 他會用各種翻滾的方式 來達到這個所謂的 整個圓的效果 哦 這個其實 真的一般大家看 你可能看過那個電影 你不知道 他們有的一個學問 所以你們平常所謂的劍劇 就是在鑽研這些對不對 對對對就是 玩玩劍 然後 聊聊天 當然還有滑手機 所以這些光劍是 我們的鑄劍是凱琳哥做的 所以 製作光劍的人在現場 但是我們有鑄劍師 鑄劍師 對 鑄劍的鑄劍師 因為台北是馬可哥嘛 那高雄這邊 我自己知道就是台北 OK 所以其實高雄 有非常優秀的 製作光劍的鑄劍師 所以他其實 因為我知道 你們剛剛在演出的時候 跟電影裡面的光劍不同的是 材質不同嘛 電影裡面的光劍 他是屬於比較 類似相話的電腦 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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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場 對 然後時間變 可是現實當中 你們不可能使用那種危險的 對啊 太危險了 我們公司可能拿上來 可能就會把我們來個燒火保險 那今天作為西施的代表 西施的光劍風格其實也跟絕地不同對不對 這要看這位西施他是屬於什麼樣的 我們在作品裡面 我們非常有名其實所謂的雙邊的一個光劍 雙刃劍 對 還有就是像那個 樂不除 那個杜庫伯爵 他用的就是第二型的 嗯 對 這其實沒有在分 絕地或西施再次使用 而是看他們 所有的 對對對 主要是看他們的性質比較接近 他們就是修煉的 哦 揮雙刃劍最困難的是什麼 不要切到自己的手 假的 他揮雙刃劍 對對對 很容易就會切到自己的手後腳 所以假如說您在做舞劍的動作的時候 有可能這個時候會切到自己的手 對對對 雙刃劍一般就是比較厲害一點的劍 OK 所以會人家感覺比較強一點 對 比較 哈哈哈 在舞台上邁向也會比較好 哦 你們今天為什麼會使用 因為其實在電影裡面 絕地跟西施的幾場著名的對決 都是 非常氣勢磅礡啊 生死施殺 可是你們今天在舞台上選用的是一個 比較娛樂性質高一點的演出 為什麼會選擇這樣的演出形式呢 因為我覺得說 如果照到《星鎮故事》裡面演 他那個世界觀太廣了 世界觀太廣了 對 舊正史 然後外傳 然後現在迪士林都回新鎮史這樣子 那 要演起來也不是三五分鐘就可以演完 那我們就既然說就 我們生活化 生活化就是說 英文化也是 對 帶有一些惡搞一點的元素 就是 K進我們的生活 就是 照我們的生活這樣子 然後 地球上的 絕地跟西施的話 是什麼樣的情形這樣子 OK 好 所以用了一個比較惡搞 創意 結合一點生活化的元素 去呈現 絕地跟西施的對決 因為 每個人都要不恭喜 有機會 大家 包含大朋友小朋友 歡迎 大家可以參加一下 你們聯盟的劍劇 我們怎麼樣可以知道 你們平常劍劇的相關訊息 FPE搜尋 南區光劍聯盟 南區光劍聯盟 你們願意教導 年輕的 小絕地 小西施們 武光劍嗎 小朋友我喜歡的 武光劍 帥氣的武劍 帥啊 好 如果現場朋友喜歡 有興趣的話 也歡迎找他們在高雄在地 一群喜愛心戰 喜愛光劍的朋友們 他們定期就會有聚會 也可以一起透過這種方式 不同的角度 來認識 星際大戰 謝謝兩位 也祝福你們有好成績 謝謝 其實有時候 看比賽 我自己覺得看比賽 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是因為 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人 不同的角度去詮釋 一個大家在腦中 可能已經有 既定印象的 一個作品 所以 透過這樣的訪問呢 讓大家去了解 咦 星際大戰 這個 大家都知道的作品 其實裡面也 蘊涵著很多不同的一些 學問 在裡面 當然如果你真的想要試試看 鼓勵大家 自己去體驗一下 非常非常有意思 揮光劍